不过也有人对自己的长辈是非常的孝顺 新北市树林一间便当店 凌晨发生了火警意外 有一个男子发现自己住在火场隔壁的阿嬷还没有逃出来 怎么办呢 这个孙子直接冲进了这浓烟密布的屋子里面 将老人家给背出来 他说阿嬷只有一个 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救 阿嬷躺在单架上 看起来相当虚弱 身穿黄色上衣的孙子和女友神情紧张 寸步不离的守在阿嬷身边 凌晨三点树林便当店传出火警 无信孙子发现住在火场隔壁的阿嬷还没出来 想都没想就奋不顾身的冲进都是浓烟的屋内 把阿嬷给背出来 这一幕所有人看了都大赞他真的好勇敢 低调不愿受访的他却只说了 因为阿嬷只有一个 现场还是不断冒出 大量黑烟附近都是联动式的建筑物 消防人员赶紧加派人车搜索 拉水线努力抢救 现场看到他燃烧的面积里面 二十几公尺 他主要烧的是在上面的一个变化板 以及他的一个 后面一个参与的地方 这次的火警意外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紧消洒水协助民众逃生 但消防人员也有分身乏术的时候 还好有无信孙子这样的勇气 不仅让抢救的消防人员深感佩服 更让人看见祖孙情深的感动场面 记者李明威新北市报道